非常感谢中兴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跟大家汇报 我跟孔超是同学 我们都是2014 就是中兴第一届的研究生 我觉得我特别有幸 我们能够成为中兴的第一届的研究生 也特别感谢王老师能 带我们进中兴 学习三年 我觉得在中兴这个三年 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三年 所以每次回中兴 就是居然回到我们这个 心中的精神家园一样 特别放松 特别开心 那么我在读研二的时候 开始拿了投资创业 也是因为IDG介绍 拿了一笔投资 然后就开始创业 那么我觉得我在中兴呢 跟着老师们学习呢 加强了我的研究能力和系统性 那么这个对我创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呢我们这两三年的实战 在确实是 因为我原先是在做制造业 然后也是做国际贸易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在国内做品牌 做自主品牌 这个是完全也是从零开始 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去摸索 去市场上去做创新研发 去打品牌 然后用我们自己学校的 这套研究生的学会的这些技能方法 去这么两三年打下来以后 还是有些所得的 然后呢我就把它很系统地整理成 一个我们叫SOP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 我觉得创新的 商品创新的方法 和那个品牌的传播的打法是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方法 它是可以去复制的 那至少有一大部分的东西 是可以去复制的 那么我很高兴 今天有机会能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大家 因为我觉得大家以后出去 如果真的自己有机会创业的话 或者是做项目的话 那对商业有一个 整体的了解和判断 那么对自己的事情 都是有帮助的 我先看一下 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叫 商业化产品的 创新设计和精准传播 这两部分 一个是创新设计 一个是精准传播 我们其实 我想讲的就是 商品的创新设计 那么第二部分的 传播品牌传播这部分 由孔超来讲 因为我跟孔超是 研究生同学 然后呢我们毕业了以后 又一块创业 所以我们俩就挺开心的 能在一块上课又能在一块创业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棒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美人的艺术硕士 那也是长江制造创业的 首期的MBA 对两个都是首期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去 寻找这种 首发的机会 所以我经常会学这种 首期的东西 特别有意思 我们的品牌叫水晶晶 然后呢我们也拿了一些设计奖项 像入围了IF 然后呢也拿过IDA 然后我们也入围过DIA 第一届 DIA我觉得DIA 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难拿的奖了 我们现在能够比较容易地去拿到 这种韩国的K-Design 或者是去入围红点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入围DIA了 所以很难得我能有机会跟在中心 当时也是DIA也是第一届 我看着DIA一届一届 从零做到现在这个规模 做成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奖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幸的 所以我觉得我在中心有两个事情 是非常有幸 一个是能第一届看中心设立成长起来 第二个呢是能看制造大奖从零 做到现在这个规模 当然以后它还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 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国内的奖也拿了一些 看一下我们的品牌 这是我们的品牌的视频 我们把我们这两三年做的这些产品和视频 我们把它统一剪辑起来放在这里 这是我们在中心做的 当时是我在中心 还在中心的时候 做的一个设计 这个叫软水花洒 我们用水果里面提出来的一个有机物 它这个做成的滤芯 它能够软水 把水软化 就很小的一支滤芯 就能达到软水的效果 所以这个项目呢 也是拿了IDA 所以我们因为是在中心读研究生的时候做的项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奖牌呢 就拿过来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属于中心的项目 因为我们是美院毕业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还是要带有美院的基因 所以我们就拍了这样一个广告 我们想书法它可以很美 它不应该就是那种很粗暴地去表达 它应该也还可以很时尚 很美 甚至很性感 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个书法系的研究生 然后呢 用六种字体 来跟六种情感的状态 相关联起来 这是我们请了男人装的首席者 首席摄影师刘佳南给我们拍的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还应该讲一讲美好的感情 所以我们就拍了这个片子 声音能大一点吗 by bwd6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这是一个洗水果机的广告 它是可以去农产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洗水果机 这个就用三维的动画演示 就是你的水会 在传输的过程中会受到什么样的污染 然后是我们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合集 像这种浸水器 还有龙头的 就像这种浸水的水果 在传输的地方 就像这种浸水果 在传输的地方 就像这种浸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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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对水晶晶品牌的定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就是把我们做产品设计 产品创新 然后生产 然后传播 然后做营销 然后开拓渠道等等 这些完整的一系列的方法 我们来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希望这个能够给大家有帮助 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学产品设计的 那么产品设计它是不是就等于商品设计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一样 产品设计一定不等于商品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受理人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 我们想的就只有一个人 就是最终消费者 那么我们会想我们做的东西 怎么样对它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情感上的好处 功能上的好处等等 但是商品呢 商品它有三个受益人 第一个就是生产方一定要受益 那么你做的这个东西要对生产方有益 它要生产起来能够大批量生产 能够规模化地去生产 然后呢它能有一定的利润 而且它的工艺它是能够把它做出来 它不会太难 因为太难的东西可能会把工厂自己都给搞死 所以呢这个 第一个受益人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第一个受益人它应该是生产 那么第二个受益人它是渠道 就是这个渠道它要能大批量地去跑这个货 能够卖出来 然后呢它还能有利润 可以给它的分销商去做分销 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也应该要理解 就是说商品至少你要有理解它这个利益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的利益 就消费者的利益我们都知道 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商品一定要兼顾这三块的利益 当然中间还有其他的利益 但最主要的是要让这三者的利益要平衡 所以这样的产品它才能称之为商品 它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做流动 那么商品最重要的是渠道 要打开渠道 但现在今天的渠道是重构得非常厉害的 是非常碎片化的渠道 那么当然也在这个碎片化中也形成了巨头 至少跟我们原先的这个渠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渠道重构的根源还在于 在于信息通道的重构 因为信息的重构导致了这个 信息通道的重构导致了这个渠道进行重构 那么最终是因为由于科技的变革 所以导致了这个信息通道的重构 那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以前比如说是二三十年前 那么这个信息通道主要是电视 那么电视一播 杂志一放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品牌 那么这个渠道它就迅速能打开 那么后来呢 移动互联网呢 后来呢 对 那个是叫宏大叙事 那么所以我们原先看到的这些大的品牌 都是在做宏大叙事 那么后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普及以后呢 就迅速地就开始渠道就开始重构了 那么人群呢 就聚集在一个一个不同的平台和社群上面 那么比如说 一开始是聚集在阿里啊 京东啊 这样大的平台 那么后来呢 更加的细分化 像小红书啊 像微博啊 这种社群 还有就是像云集啊 环球捕手啊 这种 他们就是把人呢 一类一类一类的人呢 他们就聚合过去 有相同利益的人就聚合到一个 相同利益 相同兴趣的人就聚合到不同的平台上去 所以呢 我们这个渠道又会跟着 跟着去 跟着这些平台去发展 那比如说 我们知道有个蠢陆的产品叫数息资源 原来没有什么任何的名气 那么在1718年的时候 因为小红书上来 这一波1718年 小红书上来带货非常厉害 所以呢 那么数息资源呢 他就在台州 他就请了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就干什么呢 就天天在房间里就写小红书那个文章 那个文章发出来以后 跟这些KOO产生互动 然后发出来以后很多人看了 看了以后呢 就去小红书上去买这个存录 结果呢 这个存录一买呢 就成了前三 销路前三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 我这个是移动互联网 和互联网开始时代的这个新的渠道 然后呢 那最近呢 大家都知道是抖音快手 尤其是抖音 它的方法又不一样了 因为它呢 是主动推送给你 它根据你的兴趣爱好给你打标 打完标了以后呢 把你分类 分好类了以后呢 它再把你感兴趣的这个信息推送给你 所以现在又进入到下一个时代 就是说算法 算法时代 以短视频为主 因为5G 5G开始了嘛 这个带宽上来了以后呢 短视频就可以大兴起到 所以呢 现在是以短视频为载体的 算法推送的这么一个时代的一个渠道 所以变化非常快 所以我们应该如果现在接下去要去做商品 商品去做市场去开拓渠道的话 那我们应该去设计一些适合短视频 适合算法的这么一些产品去做销售 那总的来说呢 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做产品的话 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聚焦精准人群 比如说母婴群体 那么就非常精准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切身教训呢 一开始我们做产品 我们觉得我们要去聚焦时尚人群 健康人群 但我们做了半天以后发现 这个健康人群 时尚人群你根本聚焦不了 因为那个标签是空的 是泛的 是很虚的 对 听起来我们觉得很容易啊 健康人群 时尚人群 但是实际上你在做广告推送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推送到这么空泛的人群身上 那么比如说什么样的标签是精准的呢 那母婴人群就非常精准 那么宝妈 对 她在生小孩前后 那么她会有各种各样相同的需求 那么这个人群它的标签就非常的清晰 然后呢 我们做产品 现在做产品呢 一定要可感知 就是可视感知 对 因为短视频为载体嘛 所以你做的这个产品呢 一定要能够用视频表现出来 把它功能表现出来 让人家看到它的功能 那比如说 你做一件衣服 你怎么去表现它 你说这个衣服呢 我是防水 OK 你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 泼一杯水 然后呢 里面垫一张餐巾纸 那个水泼过去 然后你把餐巾纸拿出来 这餐巾纸还是干干的 对吧 它就是防水 那大家 你把这短视频一拍 然后往抖音上一放 然后推送给相同标签的人 有些人就想买一件防水的衣服 他就觉得 这个很靠谱 那他就马上下单就去买了 然后呢 你说这个不光防水 它还透气 那怎么说能透气呢 那你把这个衣服呢 打开 然后前面点一根蜡烛 然后呢 你用吹风机 对着衣服一吹 它这个风能透过这个衣服 把蜡烛吹掉 那它就是能透气的 所以这种呢 就是用视觉 来呈现你的这个商品的感知度 所以呢 这个对于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这个功能设计出来 我们能不能用视觉呈现出来 我们是不是有可感知的 那你不然的话 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用视觉呈现 你都必须用那个参数 就说 我这个能承受多少斤的力 然后我这个有多厚 我这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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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用文字来用说明书写在上面 没人看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人看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读文字的时代 也不是读图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读视频的时代 所以非常重要 你想你的产品卖得好的话 所以这个可视感知非常重要 然后呢 我们一切都围绕IoI来做 IoI呢就是 就你这个商品呢 拿出来呢 你做投放 因为这个每一个点击都很贵啊 每一个点击 因为你想让人看到 你得花钱 一个点击 比如说一个点击一块钱 对吧 那你希望十万人看到 那你就要拿出来十万块钱来投放 那么这十万块钱 十万个人看了以后呢 可能会有五千个人对这个感兴趣 那么就有五千个人去点进来 对吧 五千个人点进来 那么这是第一个转化 就是你要引流 你要把那些人引进来 引到你的店铺 那么五千人点进来以后呢 它可能能够产生五十个购买 这个就是第二步 就转化 一个引流 一个转化 所以呢 你从十万个人 跳一跳 跳到五十个人购买 那么 这个就非常重要 这个ROI就非常重要 你投出去一块钱 你能产生两块钱的回报 那这个 这个呢 可能你就刚刚做平 这个生意你就刚刚做平 因为 因为两块钱 一块钱的投放成本 还有一块钱 那一块钱的 那一块钱里面的五毛是产品成本 那么剩下的五毛呢 它是你的管理费 工资 人员 人员这些开支等等 OK 你投一块钱 你收回来两块钱 一比二 一比二 你这个生意刚好不赚不亏 那么你如果是 只收回来一块五 你就亏掉了 你如果是 收回来三块钱 OK 这个生意你就可以了 你就 你就赚一块钱 赚一块钱呢 你就把它扩大 对吧 你原先投十万 那我投一百万 就能放大 如果这生意是能放大的话 那就 那就很棒 所以 所以我们看它成功不成功 那我们就看它OI 然后现在 因为流量很贵嘛 因为现在流量贵得非常离谱 所以呢 现在都在 讲私欲流量 希望大家就希望 用身边的这些资源 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流量带起来 所以呢 因为我们做产品的 我们要 要做到极致体验 比如说它开箱要好 功能可视要好 那么 那么有了极致体验以后呢 大家就爱分享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分享的 有高的人群 能够给你做分享的话 它都可以裂变 因为每个人身后 朋友圈里都有几百个亲戚好友 那么你爱分享以后呢 就会产生这种原始的这种裂变 而且呢 如果你 你真的是 有这么很好的感知度 能够裂变的话 你做投放也会心里有底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做产品 一定要是以转化为核心 进行设计 就是光 我们不能 就是除了这些情感啊 功能啊 我们在商业上 还要实在的 要考虑转化 然后我觉得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这四个 一个是大品类 就是我们做的产品 一定要是购买的人群 基础非常大的 那么以小米为例 那么小米挑选产品 挑选品类的 有一个原则就是 你家里 房间里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他愿意把这些东西挑进去 那么像我们知道 中国十亿 十四亿人口 那么家里能看到的东西 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基础 那像这种品类 它就是一个大品类 你怎么做 它都有一个大的基数 在后面撑着 它的销量就不会太差 如果我们做一些 冷门的行业的话 那我们投入时间 尽力尽钱 那可能它的销量 就起不来 所以我们挑选产品的时候 挑大品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是可感知 可感知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做这个东西 你挑东西做的时候 最好是它能 呈现出来它这个感知度 它如果呈现不出来 这个感知度呢 它可能会非常 很难解释 因为教育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你把这个新的概念 灌输到别人脑子里 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然后呢 最好是高毛利 因为有不同的渠道 那比如说 有电商 有微商 对吧 有传销 那么有线下 等等各种各样的渠道 那么如果你的毛利足够高 你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渠道 如果你的毛利不够高的话 那你可能只能是选择 比如自己开一个淘宝店铺 或者 但是哪怕你自己开淘宝店铺 它引流的成本也很高啊 所以 你做的这个产品呢 能有高毛利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 然后你如果能做一个高复购的东西 那就当然非常好了 因为 你这个东西 比如一万个人 它一辈子只卖一次的话 那你这个生意就只有一万笔 那么一万个 同样是一万个人 它这一辈子能用到十次的话 那你就有十万个生意在这里 所以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微商上 这种美妆啊 服装啊 食品啊 它是卖的最好的三大品类 因为 基本上它是高复购的东西 因为它认准了你这个品牌以后 它就会每年 它会不断来买 所以这个 我觉得我们做产品的 自己选产品做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做产品呢 我觉得 要关注选品 选品的原因 刚才我们讲过了 那么还要 还要 还要那个 关注供应链 供应链是极为重要的 供应链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好的 好的这些资源 技术 都集中在 最优质的供应链手里 你找到一个 好的优质的供应链 基本上 你这个产品就做出来一半了 哪怕你还没动 但你把好的供应链 找到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产品 就做出来一半了 因为它知道 这个东西能做不能做 能做成什么样 然后 如果你找小的供应链 那是很坑的 非常坑 非常坑 因为你可能花很多的时间 去做完设计 然后呢 去跟它沟通交流 结果完全做不出来东西 或者给你做出东西了以后 你这个售后很糟糕 再有呢 就是我们要找一些核心技术 然后呢 品控 然后做品牌 做传播 做渠道 我觉得这些是 我们做商品 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 寻找这种 可复制的 商品的设计的方法 因为每个人的 能力不一样 有些人偏技术 有些人偏传播 有些人偏设计 那么怎么样把这些人 都统一起来 用一个好的方法 能做出一些成功的商品来呢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把我们 这两年创业 做产品的 做商品的方法 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 我们把它分成100个步骤 那么 列举了1000个问题 我们觉得 你想要做好一个商品的话 你要按这个100个步骤 你把这1000个问题思考一遍 那么基本上这个东西 做出来可能 它会相对会靠谱一点 那么这100个步骤呢 它包括产品立项 产品设计 产品开模 产品生产 产品检测 内容生产 传播推广 渠道拓展 这八个方面 因为都是中兴的同学 所以我们今天带过来的东西 是非常干货的 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枯燥 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打法 因为如果大家 对这个有个概念的话 以后做设计 应该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 我们这个 讲的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 但是它实实在在 我们在商品一线的 这种实战的经验 产品立项 我们觉得刚才 我们讲第一个方面 所以我会跳着讲 因为时间不是很多 我可能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会把它重要的挑几个 来给大家讲一下 选定品类的理由 刚才讲了 然后选定品类 选择好了大品类 高毛利 高复购的这些产品以后 我们要通过数据 来筛选这些品类 怎么样用数据 来筛选这些品类呢 其实就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么大家到这些 大的平台上 比如说淘宝 天猫 油品 京东 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 月销量 对吧 我们去看它的那个 看它的那个 那个评论的数量 当然如果能专业一点的话 找一些爬充软件 把这些东西都爬下来 那就更好了 也有就是说 或者是在淘宝 我们开一个 牵牛上也有数据 那么达摸盘上也有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 能够直接去开那些数据 也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 我们 如果说 这个商品 我们可能同学 做工艺的比较多 因为 特别是有些 手工的产品 像它月销就是 50的 100的这些品类呢 如果我们花很大力气去做呢 这个就 就后面就 没有什么爆发力 那么如果我们 去看这个评类 评论有几千条 那么几千条评论 它可能对应就是 几万个销售 那么像这种 十万八万销售的 产品品类的话 我们只要 付出时间 精力 努力 我们去把它做好 那么它的基础销量 就不会错 那么这个 这个商品就很容易 能跑起来 然后我们在 产品立项的时候 我们还要看一下 供应链的能力 就是说 你要找一找供应链 你如果没有供应链的话 你就不要去碰这个东西 哪怕它看起来很美好 因为没有人给你撑 没有人给你撑腰 没有人帮你落地 很糟糕 非常糟糕 一定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去自己 如果是自己去创业 你决定要做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搞定供应链 找到最好的供应链 尽全力去找到 最好的供应链 如果最好是 这个工厂 能做五个亿 十个亿 那本身 像这种规模的工厂 它就有很好的 技术的积累 技术的沉淀 那么你 那么大家可能说 那我一个学生 刚毕业 我怎么能跟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供应链去谈呢 我觉得这个呢 就跟个人修养 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去找到它 那么你去跟它讲 你去跟它沟通 你去跟它陈述 你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 去展现你的理解 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那么你给它看 你的这个创新的能力 等等 给它分析前景 那么好的供应链 它能做这么大 我觉得好的供应链 能做大的供应链 它除了会赚钱 它一定也是有理想 有眼光的 那么 可能你现在 没有很大的订单 那么你有理想 对吧 你有眼光 你有创新 优秀的人 他都会相互吸引 所以你可以去跟它沟通 你可以去跟它沟通 不要害怕这些事情 不要因为自己 就是一个学生 什么一个单子也没有 你就不敢去 跟这些优秀的供应链接触 千万不要 就是 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去找到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这些小的不好的供应链 一定会托死你 对 然后就说一下 你如果是找 那个供应链 如果真的规模不是很大的话 你也找那种 最好是找那种 技术出身的老板 因为技术出身的老板 喜欢创新 喜欢把控品质 那比销售出身的老板 要好很多 销售出身的老板 他会去找一堆技术员 这些技术员流动性很大 你把一个项目交给他以后 可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给你搞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然后 这个做品类 品类分析的时候 我们最好还是 评估一下 这个产品做出来 它会不会造成人身伤亡 健康损害 执胆损失 比如说你 你卖一个小东西 这个小东西装在浴室里 但它很容易裂 裂完以后 这个水容易把房间 漏得到处都是 或者你去做一个 装在煤气上的 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你又 不是百分百确定 你能把控 这个东西的质量 那你最好不要去碰 我觉得 有些东西 我们还是 做之前要判断一下 这个是 分析数据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然后分析供应链的 供应的能力 人员的配置 资源的配置 进度计划 资金预算 还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资金 要去做预算的 做预算的 一个产品做下来 它不光是开模费用 还有一大堆的 这个 这个 什么包产啊 打样啊 小批量啊 等等啊 有很多的东西 要去算到的 然后就是产品设计 那么产品设计里面 我刚才讲了 对供应链的分析 非常重要 第二个 你做设计的时候呢 你要去分析 你要将来 你这个产品 你要放在什么渠道 因为放在 不同的渠道的 做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 比如说微商的渠道 对吧 现在叫社交电商 那么社交电商的 这个渠道呢 它就是一个 高毛利的一个渠道 所以你这个产品呢 你如果说是 选择在社交电商 那你一定要把毛利 留得足足的 那你一定要把 这个噱头留得足足的 你不然的话 你没有这个高的毛利 没有办法去支撑 他们下面的分析 那你如果是 走 油品的渠道 小米油品的渠道 那你就把性价比 做到极致 那你就留个 十个点 给自己 就OK了 我觉得 因为 小米上的人群 都是极致性价比的人群 所以 你做这个什么产品 你一定要弄清楚 你将来这个产品 是放在什么渠道销售的 那你如果说 做了一个 价格非常 成本非常高 然后利润非常薄 然后你又想 把它放到 微商渠道去销售 那这个根本 基本上就不可能 这个事儿 基本上就 就没戏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做设计 很少会考虑到的 就你 你将来做 产品设计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你可能这个产品 主攻的是哪个渠道 然后对成本做分析 然后定价做分析 那定价 有很多种定法 我们后面会 后面会 会那个 会看一下 定价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 要对精准的人群 进行画像 对 然后对竞品做分析 然后呢 我们动手 做设计之前 我们要对 这个卖点的 感知度做分析 最好能设计出这种 能可视的 有感知度的产品 那这样子 你做完了以后 后面这个营销的人员 不累 销售的人员也不累 因为你在前面 做设计的时候 你已经把这些东西 埋进去了 那它只要拎出来 就可以了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 没有埋进去 那做营销的人 要想破脑袋 再去给你弄 这些事情 就 后面就很不靠谱了 然后做结构的时候呢 要看一下 它开模 能不能开出来 我们很多同学 做了一个 很漂亮的设计以后 结果拿到模具厂 厂一看 这个基本上是 开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设计 也是有问题 然后呢 它量产的时候 它能够做出来 然后最好 我们能找到一些 好的技术创新点 对 然后供应链 做一个分析 感知度最好 能够实验出来 自己做一些小实验 能把这个感知度 给它 给它体现出来 然后渠道 做一个分析 成本做分析 定价做分析 对 定价的话 有很多 定价就是 最底下是产品裸成本 然后上面是商品成本 然后后面呢 是你贴牌的 大批发的那个价格 再上面是 大经销商的批发价格 再往上是 一些公号的 分销的价格 然后再往上促销 促销的有个底价 比如说你要做促销 你不能超过99 然后再往上是 那个统一的零售价 比如说你定在108 你任何一个渠道 你都不能低于我108 这个做销售 除非你 除非你做大粗的时候 那再上面是 有一个滑线 滑线价格 所以你要 根据渠道的特性 要综合考虑 各种各样的渠道 然后呢 把这个 统一的价格定出来 滑线的价格定出来 那么 我觉得你了解 这个时候 你做产品设计 也会有帮助 因为你知道 这个产品成本 大概要定在多少钱 卖价要定在多少钱 所以你就会知道 我要采用 大概要采用 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表面处理 然后什么样的 这个结构 去做它 用什么样的模块 来做这个东西 基本上做起来 心里会有底 然后功能搭建 外观设计 这都比较熟 我就不讲了 这些同学们都比较熟 做手板 然后看一下 这些产品 能不能做模块化 售后最好也考虑一下 包装 迭代 专利 然后产品开模 对 这个都是非常具体 实操的一个东西 模具的改进 模具的托管 就是这些东西呢 可能对大家去操盘 这个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然后在产品 产品生产这个 第四个板块 产品生产这个板块 也有这么一些步骤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价格的审核 交期的确认 品质标准的确认 风样 合同的签订 定金的支付 生产进度的控制 还有对核心配件 进行检验 其实对核心配件 检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核心配件的 这个品质 可能就决定了 你整个商品的 这个品质的成败 生产这块 我们就不多讲 因为它是 都是非常实操的东西 然后呢 生产完了 我们要到产品检测这个阶段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 做极限测试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这个 南北的这个气温 使用环境 人群差异非常大 所以我们做完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对它 做极限测试 如果不做极限测试的话 你不知道消费者 会把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 去怎么样去使用 所以你比如说 你设计一个产品 比如说它的国标 比如说是 沉压五公斤 室温十度使用 那么 假如说这个是一个水的东西 那你一定要 一定要做一个极限测试 那比如说 它是不是能沉压二十公斤 因为有些高楼 它的水压非常高 那么 它是不是能在 零下十度 还没有问题 还不会爆裂 那如果你不做 极限测试的话 你刚好去依照 那个国家标准 因为国家标准 是很平均的一个标准 你如果就按国家标准 做出去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肯定完蛋 对 因为你按国家标准做了 然后比如说 卖到北方去 在一个高楼里面使用 它的水压很高 大大超过国家标准 然后呢 它又在零下 二十度去使用 那么 你可能这个产品 到时候一用就爆裂了 那爆裂了 你把整个楼 就给你淹掉 就非常糟糕 我们 我们也碰到过 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 你在设计的时候 不把这些严酷的使用环境考虑到的话 你后面去处理这些事情是极为困难的 极为困难 当你自己一手做的东西 装到人家的这个大楼里面 然后它爆裂了 然后找你索赔 然后你自己跑到那边去 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一谈都是几十万 几百万的索赔的话 这事情是极为困难的 所以 所以你不如在前面做设计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好 多做检测 极限的测试 然后第三方的检测 我说的这些步骤 这一百个步骤 它都是 一步一步一步 它应该要做下来的 它不是说我可以 就做这个几步 那个几步 它是环丸相扣的 它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自己做创业 做产品 这些事肯定都是会遇到的 而且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 按这个一百个步骤 思考下来 把这个 差不多的一千多个问题 你把它想一遍 基本上 然后你再做下来 做设计的话 那这个产品的设计 可能会 跟你当初 想要做的设计的东西 可能就会不一样 对 然后非常常规的 寿命测试 然后最好能够 模拟一下使用场景 然后跟竞品 做一下对比的检测 然后如果你能考虑到 一些售后的问题 那是最好的 然后你产品生产出来了 检测也做完了 那么就到了 你要怎么把它传播出去 所以呢 我们就要做 内容的生产 就是我们自己做创业 这部分是一定要做的 比如说 就是我刚才讲的 怎么样把卖点挖掘出来 怎么样做 可视化的这个 视频的 感知的这个视频 可视感知的这个视频 所以呢 你就应该去做 内容生产 那么内容生产呢 它又包括 核心卖点的提炼 然后感知度的分析 然后它的应用场景的分析 它渠道数据的分析 人群的聚焦 还有竞品的对标 对 我们这个竞品的对标 做的特别多的是 就是小米上 小米平台上 会做特别多的竞品对标 然后呢 做内容的模块化 因为你找到一个 核心的卖点 然后把它做出来以后呢 你要做内容的模块化 就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 是防风防水的 OK 你把这核心的东西 做出来了以后 你要放到不同的平台上 它应该经过不同的包装 比如说你把它放到知乎上 那么它应该看起来 更像一个论文 你把它放到小红书上 那么应该更像一个 使用感受的体验 对吧 然后 所以不同的渠道 你需要去 不同的去包装 但是你这个核心内容 它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提炼好 一个核心内容以后 你应该把这个内容 做模块化 所以做内容 同样要跟做产品一样 同样可以要 要跟做产品一样 然后呢 是文章的撰写 然后视频拍摄 然后呢 还要做一些产品的背书 产品背书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大家去了解 一个新品牌 它一定会去搜索你 那么你要把这些背书 荣誉获奖 然后资历等等 你现在互联网上去铺好 那么这部分呢 一会儿孔超会 会分享 对 核心卖点的提炼 有这些 然后感知度的分析 应该要做直接事情 场景的分析 渠道的数据分析 人群的聚焦 精品的对标 内容的某一块 文章的撰写 视频的拍戏 然后呢 我们对内容生产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 传播的推广 一会儿传播 孔超会讲 就说 我们传播 比如说兴趣点啊 然后KOL怎么选啊 兴趣点怎么体炼啊 投放媒体怎么选啊 对吧 受众人群怎么去挑选啊 然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做闭环的设定 就我刚才讲了 比如说你在微博上投放 它有一百个点击 那一百个点击呢 一百个点击 点击完了以后呢 对吧 那我们肯定不能没有了 比如说 假如说这个是一篇 十万家的文章 或者我们以公众号为例 这是一篇十万家的文章 十万家的文章 那么十万家的文章 十万个人看完了以后 有五千个人 他是想进店看一看的 所以你生产完内容以后 你一定要把这个链接 要很巧妙地把它放上去 让那个五千个人 能找到你的店 能进到你的店里面 所以这个十万家的文章 能够变成五千个转化 五千个引流引进来 这五千个人呢 进到你店面里以后 你再把你的页面 给它优化好 它能够产生 比如说是一百个销售 所以呢 你辛辛苦苦做产品 辛辛苦苦做内容 然后花钱把文章铺出去了 但是你这个闭环没有设定 都是加盲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 很好的闭环 包括我们现在在 在网上做的很好的一些 美妆啊 小红书上能查到的 微博上能看到的一些报文 实际上他们都是 花了很大的心思 然后去把这个文章写好 然后最后呢 他会很巧妙地 把这个闭环隐藏在这里 让你文章看了以后 会非常心动地 去淘宝上搜索这个产品 那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大家不要以为 那个报文是你随便 随意看到 运气好看到的 一定不是 这报文一定是 有很厉害的人在身后 把这些东西经营好 然后花钱投放在你面前 然后你看了以后 感同身受 然后产生点击 然后产生转化 一切都是这样的 一切都是 商业上的都是受控的 都是受控的 它不是无缘无故会跳出来 或让你看到 对 然后我们最好 还有 还有一些具体的步骤 小批量的投放验证 二次转发的分析 然后包括对转评站的分析 等等 然后你做完以后 要对传播做复盘 就是你投了这个示范家的文章 你花了多少钱 有多少转评站 哪里好 哪里不好 你应该做一些复盘 然后你一些经典案例 要整理出来 然后受众群体要分析 然后传播的兴趣点 应该要体炼 对 然后投放的媒体 要不要定 然后KOL要选 选KOL非常重要 就是KOL名气大 没有用 头部的KOL是很水的 那么现在选KOL的要点 一定是精准 只要这个KOL 如果周边聚集的人群 是精准的人群的话 那就有价值 那太泛的KOL是没有用的 然后最好是 腰部的KOL是比较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带货 我们带货也找过 那个叫什么 跑南那个 跑南那个 我们也找什么 威亚这些 头部的KOL都带过货 但是头部的KOL 不一定效果好 如果不精准的话 是没有太大效果的 所以一定要选 精准的这种KOL 所以要学会去水 也很重要 粉丝的去水也很重要 闭环的设定 小批量的头发验证 二次转发分析 媒体矩阵要构建 媒体矩阵构建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微博啊 公众号啊 知乎啊 小红书啊 你应该把这个矩阵 建立起来 话题的引爆 然后 数据统计 传播复盘 然后最后就是渠道拓展 那么 那你所有前面做的 七个步骤 最终 是要落实到 跑货这件事情上 因为你只有在 跑货这个过程中 你能获取利润 那么你获取利润 获取规模大的利润 才能让你去组织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人力 去做更好的一个设计出来 让你的这个公司 让你这个组织庞大 让它有序的循环 经营下去 那么 我们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 更好的经营好这个公司 然后呢 有更多的资源 可以做好下一个 更大的事情 所以呢 前面做的事情 最终都是要落到渠道上 所以渠道的开发 也非常重要 那么你前面做的 这些产品 你做的这些产品 设定的这些卖点 创新 然后呢 做的这些文装背书 传播投放 然后这个转化 转化的这个数据 那么拿出去 对跟渠道谈判的时候 就非常有价值 就非常有说服力 如果你这些转化 传播都做得非常好的话 那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东西 就很容易跟渠道去谈判 然后渠道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 80%的生意 其实都集中在 20%的渠道里面 你只要找到 合适的 好的渠道 重点去深耕 这个20%的渠道 它是能够产生 80%的收益的 所以对渠道的吃透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渠道的 渠道还是要深度去分析 那不光分析它的 渠道的人群 你还要去分析 那个渠道的 最关键的人 关键的人 对 那然后非常重要的是 对各个渠道进行控架 因为这是最敏感的 一个事情 你如果你的价格 是乱的话 你出去根本就 没有办法跟人家谈 那么比如说 我这个在天猫上 卖100块 然后呢 你在另外一个拼多多上 同样的东西 那你卖80块 然后你回头 你会把人家全得罪光 所以你控架 控得不好的话 也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但事情就是很矛盾的 那你又想让大家都卖 然后呢 每一家又都想拿到 最低的价格 所以呢 这个控架这个事情呢 就变成了一种 谈判的艺术 所以前面讲的 这个八个方面 一百个 一百多个步骤 一千多个 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 我们应该 做一个设计之前 最好能够把这些事情 都梳理一遍 都想一遍 会有助于我们 动手做设计 因为心中有数 你做出来的设计 它才会 才会有价值 才会 才会 更容易去成功 所以我觉得 我们做设计 它是 是有精力这么 三个阶段 一开始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觉得 哇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很牛的设计 要很创新 很高科技 对消费者很有力 情感很棒 然后呢 你可能会做这样的设计 然后呢 你把这样的设计 拿到供应链 拿到渠道 然后供应链会告诉你 你这个渠度 完全做不出来 你这个材料根本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 或者一算 这个成本 比人家的售价还高 然后你就 挺郁闷 然后你回来就要改 然后呢 你拿到渠道 渠道说 你这个东西 根本没有办法卖 没有这种先例 这个产品呢 我们平台上没卖过 这个品类呢 根本也不好 因为很多时候渠道 渠道本身 它不会判断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好 它只会看 人家那个平台上 卖的多不多 所以呢 你会很沮丧 回来改 改完以后呢 你拿出来一看 你这个东西就是 跟人家的产品 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能就跟淘宝 平多多上 现在正在热销的东西 长得就完全 就一模一样了 因为这种各种的 创新的东西 给你削减 打折了以后 你就会没有办法 做出来一个 特别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觉得特别沮丧 但是最终如果大家 对商品这个设计 有所了解的话 然后你能找到 很好的方法 去突破它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 到第三个阶段 你会能做出一个 真的很好 很创新的产品 然后呢 你拿出来以后呢 又很惊艳 然后呢 各个渠道呢 又非常欢迎 然后呢 又刚好能够 达到供应链 所能达到的那个点 然后还会有一些创新 那么你做出来的 这个产品 我觉得 它才是 容易成功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设计师 它是经过这么一个 三个阶段的 就是说 这么多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就讲得很快 讲得很快 真正实操的时候 一件一件一件 做下来 就是按我们的经验 没有个一年时间 它是走不完 这些流程的 如果呢 一年顺利走完 那也已经是 非常棒了 就说这么多 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 还是产品本身 说假如我们能设计出 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就情感上 功能上 这个利益上 对吧 然后这个传播度上 那品质上 使用感受上 等等都非常棒的产品 那么本身 这样的 极致的好产品 它能解决一切困难 就是当你有了 这么爆的产品 在手的话 那么我刚才说的 这些困难 就是一切困难 都引刃而解 就会马上迅速地 能铺开 当然 成功地做出一个 好的爆品 能够大卖到爆品 是我们 每个做产品的人的 一个梦想 希望就是 大家也能 做出这样的 好的产品 然后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分享这么多 这是我的微信 大家可以加我 有什么事 都可以跟我沟通 好